主要就是结合早上的部分 那我刚刚的这个输入部分是用程式码 就是design的时候就直接指定 那假设我今天是要用那个input 我可以用早上的那个叫scanner scanner的这个class 我利用这个class呢 宣告我一个object 这个object的话就是SC好了 这名称你们可以自己定 定义完之后呢 可以用这个SC呢 取得什么呢 取得user端 它传回来的东西 那传回来的东西我们 因为我们总共有几次 这总共有三个成绩 所以呢 这边我就宣告有三个好了 就是int3 那有三个阵列的空间 接下来呢 我就for回圈的部分呢 就从追 我这个地方用追了 你现在用i了 一样你颠倒过来也是可以的 然后追 它的条件呢一定是要小于这个阵列 就是3嘛 对不对 它的长度 然后追加加 加加之后的话 就会跳到这一行 就是呢 请输入分数 有没有号号 接下来呢 就可以在后面输入成绩 等到我输入成绩之后呢 再利用这个sc 就是它这个物件 这个方法 把值怎么样呢 传到前面去 传给前面 那特别是这个地方 所以预设值是0嘛 从0开始 所以呢 我第一次就传给一个 正解空间 那跑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sum 就是说呢 我再把它做加总 把这个 這個鎖影值再加等於 把它加起來 因為會有個總分 接下來再跑回去 跑回去之後呢 就第二次 第三次 那總共有三個成績就出來了 三個成績呢 就分別其實就是 就類似像底下的說明 一樣 只是說追 分別為0、1、2 那三個成績 這樣子呢 這個正列裡面就會有成績 有成績之後呢 接下來 我就先輸出一個什麼呢 輸出一個標題 它會學生的成績分別為什麼 然後呢 也是就剛剛的那個程式碼部分 就把這個結果秀出來 那比較特殊的呢 應該是在平均的部分 平均呢 我們早上是用count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不需要count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說 正列總共 它的總長度是多少 所以直接在這個地方 就除以這個正列總長度 就是它的平均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秀出來的結果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先執行 第一個分數呢 我輸入70 ENTER 那優標再放這裡 80 ENTER 再輸入90 ENTER 好 那就可以秀出 三位學生的成績分別為什麼 70 80 90 平均為80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這個練習 這部分的話呢 也是結合早上的部分 跟正列 還有FOR迴圈 當然你如果覺得FOR迴圈 不喜歡的話 也不妨可以把它改成 壞了迴圈 或甚至是 租壞了迴圈 好不好 這部分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這個部分 大家看 吧 謝謝